哈囉我是凱依 我是某某 我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這次2024的巴黎奧運 我有看 可是看不多 那個... 哪有機器打金牌 我們今天呢要玩一個遊戲 就是我們要去看 身形 然後去猜它是比奧運什麼運動項目的 很難 很難嗎 我們要去分析 肌肉 紋理線條 哪邊看起來特別發達 或者是它的長相 長相 它看起來秀心然後很端莊的 有沒有可能就是馬術 大鬍子啊什麼的 籃球的 你看它的 褲子一刮掉 其實下巴沒有很長 我假裝下巴很長 對不對 然後我鬍子一大刮 然後我下巴的時候 欸 奇怪什麼 差不去 沒照 有 有 我覺得這個 講得到 沒問題喔 但我們今天有處罰好了 今天的處罰項目是 股價的 第一名不用喝 第二名跟第三名都要喝 然後比如說你10分我7分 它5分 我就喝3杯 因為我跟你差3分 1分1杯 然後它3分的話 它跟你差7分 它就喝7杯 那項目總共有幾的 哇 奧運項目很多欸 光一個田徑就有48個項目 你如果有猜到比如說 田徑裡面的陳竿跳 你講到這麼細的話 直接加3分 屁兩分 你不用再想啦 你三倍太少了 真的5分 大象猜中就1分 小象猜中 加5分 對 加5分 總共6分 對 加5 有 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 第一題 我覺得這個照片就是騙人要猜那個運動的感覺 覺得只看水上運動的 對 應該是喔 這些項目裡面全部都有男女嗎 都有 全部都有 我知道了 我發現我就鎖定那幾個項目一直考慎就好了 反正總是會有夢到一個 你要不要我教你 你要不要我教你怎麼回事 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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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一起亮答案 1 2 3 體操 欸 有可能 有可能欸 我是游泳 游泳的水球 我是田徑類的 田徑類的 你沒有賽細項 沒有喔 你要賽一下 有人答對喔 你看 這是體操欸 你不覺得他肩膀很重嗎 田徑的應該肩膀不會那麼重 又吃得一分啊 好 沒有我覺得這個 剛才因為他戴墨鏡 所以看不到他的臉 拆不出來 等我看到他的臉我就拆得出來 好那我問你 為什麼他是田徑 因為我看他的身材就是比較鮮瘦的這種 像跑步那種 像跑步那種 你有點像 我會猜他是游泳的水球是因為 我覺得他的腳趾頭很長 我覺得腳趾頭很長 基本上他不會是跑步的 那你為什麼會猜到體操 我是覺得他肩膀很重 如果跑步你不可能會去練肩膀幹嘛 但我是瞎猜喔 搭假 瓦爾弗洛梅耶夫 他是德國的體操運動員 已經逃過一劫了 至少只加一分 這是掛蛋的 我根本覺得掛蛋機率很高欸 那我們進入下一題 喔這很壯喔 喔這張 這照片我不能不說提示的太明顯 背景很多毛巾喔 都這麼簡單 哪裡這麼簡單 他胸肌有多壯的欸 他張很高欸 好 3 2 1 好我跟波波都是水球 鑰匙是划船 水球答案 划船是夢園 你看 你看 我剛剛就覺得你對了 因為他要盪頭啊 對 他要有背 然後要有胸 德國我是不是猜對了 猜中國籍有加分嗎 奧利弗 蔡德勒 男子划船 單人雙獎 金牌 德國運動員 沒關係不錯 要我撕兩分了啦 你們怎麼會喝茶了啦 這還是有可能喝茶 喝茶了 波波 進入下一題 我一個比個裝怎樣 我第三題 這太壯了吧 這個太難猜了吧 我知道了 這一題太簡單了 我剛剛瞎猜啦 反正我已經贏定了啦 我已經先拿兩分了 反開答案 波波 我要吃 我是田徑的撐甘跳 沒有人答對 等一下 有沒有人比較接近 都沒有人接近 天啊 難怪體脂肪那麼低 卡莎德爾 摩格朗 他就是田徑類的 因為他又瘦又乾 體脂肪這麼低 好 我們進入下一題 他的眉毛跟鬍子沒有形 這個太原顯了 你們都很明顯啊 感覺人有點壯 欸 欸 欸 對小學 你是有多怕喝苦茶啊 這不是是我要 至少要猜對一題 3 2 1 我猜體脂肪 波波是 我是有點想猜游泳 游泳的 碟式200公尺 碟式200公尺 不是 你認識他 他一直想要 不是 他體脂肪沒有很低 你剛剛講說 游泳有鬍子會增加主力 但是他鬍子是 你又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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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那個 水行俠 這不能這樣比 他有超人的 他有超人的 有人答對嗎 沒有人答對 沒有人答對 有人接近嗎 也沒有接近 也沒有接近 看吧 概義很熟悉的 一種 拳擊 對 他真的有點像 還是很壯 我是說 不要猜拳擊了 我本來想要 猜拳擊或者是猜 角力 可是我看他耳朵沒有 沒有握過 艾里斯萊迪 阿爾瓦雷斯 對 你知道為什麼 應該猜拳擊 因為他下巴很寬 被揍他可以撐得住 媽怎麼打都不在意 你說鋼鐵下巴 對 第五題 太難了 這 這什麼東西啊 這還看不到臉 如果我看到他的臉 就猜得出啦 給大家一點提示 他是需要器具的 他是需要器具的 有工具也算 有網球 網球也算 對 群棍球 這照片給得很快 看一個背肌是要怎樣 但這題蠻簡單的 你每題都很簡單 反正開一下答案 我是網球 我現在網球 女單 有人答對嗎 沒有人答對 幾件 超難 你看不出來 不是啊這個 你怎麼這麼簡單 這題太簡單了 這個太雲顯 這題蠻簡單的 如果我看他的臉 我就猜得出來 厲害 馬龍 阿皮蒂 步履內 法國極劍運動員 女子極劍個人軍刀金牌 極劍庫 你都沒看到裡面 講怎樣你怎麼知道 好 好我們下一題 喔 這個很像 這個我 韓國的明星 這個我應該 我也會猜的就是 什麼運動 需要用到這麼多的二頭 而且長得那麼漂亮 這題太簡單了 你到底要簡單幾次才會猜到 這題 必重 體重都給你寫出來 這個有分兩級的對不對 這個沒有分兩級 沒有分兩級 完蛋了 他沒了 真簡單 我覺得我有機會對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3 3 2 1 跟我們是選一樣的 樓盪 有人答對了 我 體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太壯了 因為體操我已經差很多次了 我已經害怕 請你介紹一下選手 他是叫喬本大賀 鐵操運動員 真的漂亮嗎 他剛才那張照運動員 真的超漂亮的耶 這張有點像陳漢典 藍... 藍... 體操 團體拳 擅長 單槓 日本體操絕對王牌耶 因為他手舉起來 他那個摳背機 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本來是想要拆游泳的 可是他又太壯了 拉單槓 二頭也是吃很多 第七題 我就用拆了 這個... 可是這個我... 金卡代三嘛 很有機會 太粗了吧 整個比例 都很漂亮 反正我看到他 我就想到粗了 但我覺得這題蠻簡單的 有啦 你哪一題簡單的 他在... 你那麽粗 一定很吃下肢 所以你才會猜那個運動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可是我覺得我真的有道理 好 來 一...二...三 答案 田徑 一百公尺跨欄啦 你看你先什麼 韻律幾招 腳力 我是田徑的三級跳 你看他腿有夠粗的啊 他看起來就是彈跳型的啊 但我覺得這麽粗 感覺跑... 跑那種紅雞有點不太優勢 所以才是跳啊 他不是跑 他是要跳 他需要跳 女子一百公尺跨欄的金牌 可惜三級跳沒有那個 我如果寫跨欄我就有六分了 好我們進入下一題 這個細節很多 這個有分量級對不對 有 你看 我知道了 我已經給你們提示了 而且是會常做這個動作的喔 快點他 寫了啦 你寫了嗎 寫了啊 我覺得你很有機會 你跟我們不一樣 但我覺得你很有機會 好來喔 一二三 嗯 波波是 練球 舉重 接工單 好 柔道 啊 角力的耳朵會再更 更 但柔道其實也會 耳朵還是會 我們上一張照片看一下 他是不是臂氣 他們很習慣這樣臂氣然後用力 他前臂是不是超粗的 已經快跟他手臂一樣粗了 代表說他們很吃這種 身去玩那種抓物的能力 我們就請鑰匙來 介紹一下 拉莎貼塔物理 90公斤幾斤牌 柔道 好我們進入下一題 這個照片的風格很像 柔直拍輪的 你不覺得嗎 像 感覺就是在衝刺的時候會左右這樣 他這個運動是比較 不是勝負類的 是得分類的 對得分類 膚色是一個參考 他說膚色是一個參考 膚色 然後對打 喔 我知道了 這太簡單了 這題字好像太明顯 這一定中啊 3 2 1 我是寫沙灘排球 鑰匙跟柔柔都是沙灘排球 我是網球女 好 我們來看答案 答案是 網球 6分 鄭清文 中國網球運動員 女子網球單打金牌 哎呀 我在這一局拿下 6分 總分現在大家是多少 現在又是2分 我 欸 我有7分喔 前面 因為這個就6分 這個就6分 那柔柔1分 喔 沒有 我們從裡面下面很少 這個就是很好猜 沒有 還要混雙啊 好 那我們進入 下一題 你是不是在看看耳朵 這個應該是吧 可是他在插 你看喔 他會用到很多膝蓋 所以他在保養他的膝蓋 有這個提示嗎 他的身材跟他的運動類型 會很反差喔 不會 好 來 3 2 1 喔 我不是 打開下去 然後我是 橄欖球的4分位 也是七人字橄欖球 欸 你跟我一樣 橄欖球 欸 橄欖球 安托萬 杜邦法國橄欖球運動員 七人字橄欖球 他是反國隊的隊長 2021被評為 最佳世界橄欖球聯合 會 國際球員 等一下喔 我來查他是什麼位置 橄欖球有4分位嗎 4都位那個是 美式足球才有吧 最後兩題 要追分的趁現在喔 這個跟身材有關 有 肯定有關啊 他的二三頭這麼發達 跟衣服有關 沒有 照片只拿出去 我們有一直寫出來 一直猜到的 有一直寫的 好 翻牌 不過是游泳 我原本是寫攀岩 但是我後來改成 撐桿跳 然後鑰匙是 角力 角力 今天只要吹角力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 角力 拆對了 蛤 你看那麼粗 他的腿那麼粗 等一下 我看一下上一張 有了耶 他的耳廓有點翻出來 我本來想猜舉重 就覺得很壯 因為他的骨質肌太發達了 你有寫 沒有 女子 他男子女子有分 你要寫出量級啊 你寫出量級就有 阿米克埃羅 女子角力自由是68公斤 欸他這樣子 有算細項嗎 女子本來就是有自由 所以不算 除非你68公斤 還要寫出來 我們進入最後一題 舉重 這就是舉重嗎 這一定是陷阱 陷阱 不一定啊 就算是舉重啊 那你就寫舉重啊 不可能 絕對是我剛才猜的項目吧 我知道了 這個 這個很那個耶 我覺得我們要有可能 3 2 1 我跟波波都是猜籤球 要是不是 舉重 真的還選擇 還對 我們又發現一個可以留物資的 運動 應該不會影響 對 不影響 睿安 剛剛克勞哲 田徑運動員 男子牽球金牌 他殘年三季 李約 東京跟巴黎 他都是牽球冠軍 你知道嗎 牽球就是一個 整個出去之後 你要帶到連手指頭都要出去的喔 他們的手指頭有時候還會骨折 就是因為他們彈出去的這一段爆發力太強 他說他們的手指頭是可以折到已經快要碰到自己的手臂喔 才可以把牽球 整個下肢帶 蹬地 然後整個出去 彈 所以他們才會練取重 因為很吃神奇的記憶 他這種體型在 運動場上就只有那幾項 不然就是我講的在練球 他長得就是Strongman 對 就是那種大力士 今天雖然說感覺很難 但我們答題命中率也沒有很低耶 然後看藥師 我很開心 沒有我覺得那個加藥分加太多了 藥師猜中四個項目 對 沒有任何一個細項 對對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奧運 猜猜看已經結束了 我們來公布成績 今天成績 藥師四分 蓋衣十四分 波波七分 耶 耶 終於有一個影片幹掉藥師了 沒錯喔 我本來剛剛開始 對啊 他前面兩題都中 然後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我沒有一個猜得到 對啊 但你們知道嗎 不管是各種運動專項 或是我們健身 要提升運動表現 除了要很努力的鍛鍊之外 還要有什麼 補計啊 沒錯 就是補充品 鑰師健身活 慶祝雙十一活動開跑了 全館單件七九折 全年最優惠 多項組合優惠 你需要的EPA高程度魚油 32粒馬卡膠囊 每日逼這邊通通都有 結帳輸入我的折控碼 GUY1224 再幫你省更多 而且只要消費 現金額抽五十萬元現金 消費滿盒再抽iPhone16 Pro Max等 超過十一萬元的超級大獎 你們是不是忘記啊 兩位公子 我要七杯了 我們該喝茶了吧 來來來這杯 先鋼為盡 先鋼為盡 來啦直接來 這個差不多十杯喔 這樣走啊 比我們上次喝的還苦很多對不對 是喔 是嗎 這是真的苦 這真的苦 藥是我不知道 但是波波是真的很難喝苦的 他已經有點像藥了 就是藥那種感覺 我試看看 真的 真的蠻苦的耶 他真的是苦 其實還好啦 苦茶是退火的吧 退火的通常都性寒 性寒 就是 寒 屬寒 你要寒什麼 寒 你先寒你的苦茶啦 你還有啊 你還有啊 你還有好幾杯啊 藥師健身國的雙十一優惠活動呢 已經開跑囉 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裡面 進入 藥師健身國的官網裡面逛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建人蓋一 我 藥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